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我自认为自己是个合格的儿媳妇。 婆婆年老衰瘫痪后,老公想把她接过来与同住,方便照顾她,我二话没说,同意了。 谁家老人不是自己家孩子养老,这还用问,我还大度地跟老公临风保证, 你妈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绝对没意见,但我万万没想到,婆婆来了才三天。 临风就想孝心外包,让我照顾婆婆,也不是让你白照顾我妈,我姐说,她没那么多时间来照顾我妈。 所以,每个月给你三千五,我在每个月给你三千五,你现在的工资也就六七千。 这样,你既不用辛苦在外上班,还能在家看好小宝,一举两得,你看行不行。 对,临风还有个姐姐,已经嫁人,两个孩子。 大的上小学四年级,小的在学前班。 自己还在上班,确实挺忙的。 但我白了临风一眼,然后我就彻底成了你家的住家保姆。 活是我的,孩子是我的,你妈那里,我但凡哪里没照顾好,你们全家就能对我指指点点了。 是吧?不是,我打断她。 而且,你是不是忘了,我跟你妈不对付,你是想看我在家没完没了地骂你妈呢? 还是想看你妈被我气死,我跟临风是相亲认识的。 彼时,我二十四岁,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做幼师。 我们园长特别热心,给幼儿园还没对象的老师介绍对象。 刚好,我那段时间也被家里催婚,便去见了。 园长介绍的正是比我大一岁的临风。 初次见面,我对她的印象就挺好。 所以,我们加了微信,闲聊了大半年,时不时一起出去吃个饭,看看电影。 在一起是次年的七夕,她告白。 我回忆我们相处的大半年,还算愉快。 她是做销售的,口才很好,说话很幽默,长相也长在我的审美上。 于是点头了。 恋爱两年,我们都嫌少吵架,没什么波折的谈婚论嫁了。 龙城的彩礼不高,彩礼加改口费一起不到五万。 临风婚前在家人的支持下买了房,我爸妈也给我买了房,也谈不上谁高攀了谁。 所以,我们又没什么波折的结婚了。 波折开始于婚后一年,婆婆姚丽开始催生。 她老人家那张嘴,有两副面孔。 婚前,她一口一个亲闺女的叫我,婚后,我从她口中的亲闺女变成了那个女的。 她来催生时,语气差得我想先捉。 她近乎是嫌弃地朝我道,你今年都二十八了,女的过了三十,就是高龄产妇了。 你们再不生,还能生吗? 好在那时,我跟临风才结婚不久,还有点激情。 临风赶在我仙桌之前,把话给她堵了回去。 妈,你不是还在帮姐带孩子吗? 我们现在再生一个,你带得过来吗? 嗯,我们结婚时,临风的姐姐临雪,刚好生二胎。 临雪就嫁在龙城,姚丽生怕临雪的婆嫁照顾不好自己的女儿。 所以,临雪生两个孩子都是姚丽亲自去照顾的。 不论是坐月子,还是带孩子,都是她一手包办的。 我们结婚前,姚丽还就此时跟我们说过,她道, 你们放心,我有带孩子的经验。 将来,等你俩生了孩子,我肯定也来帮你们带孩子。 一视同仁,结果,就她这催生的语气。 还一视同仁,我要真信她的话,就是见了鬼。 所以,对于姚丽的催生,我主打一个当没听见。 临风还觉得是我小题大做了。 用她的话就是,她妈只是不太会说话而已,出发点还是好的。 还说,她妈也是想着,趁着她妈还年轻,还能帮我们带孩子, 让我们先把孩子给生了,免得将来真等到她妈没精力帮我们带孩子, 我们自己手忙脚乱。 对于临风这套替她妈狡辩的说辞,我嗤之以鼻,只想说一句她妈的。 然而,在姚丽来催生的半个月后,我检查出怀孕了。 姚丽的两副面孔在我面前展示晚了。 怀了后,我也没有因为跟姚丽赌气,就去流产。 我有亲妈,我是独生女,我妈也已经退休了,她早早就说过,愿意帮我带孩子。 在我怀孕后,姚丽收起了她的另一副面孔,又开始一口一个亲闺女的叫我,但我又不是傻子。 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她这会儿又开始一口一个亲闺女,不过是想哄着我生完孩子,再给我憋个大招。 毕竟,我怀孕后,她也只是叫叫我闺女,实质上的帮忙,一点都没有。 唯一信了姚丽是真的把我当亲闺女的,只有临风。 她还笃定,姚丽在我们的孩子生了后,一定会来帮忙的。 我没跟她争辩,再则姚丽也没有一定要帮我们带孩子的义务。 果不其然,等我儿子小宝生了后,姚丽已临雪的二胎才两岁,最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总是半夜闹腾哭个不停,拒绝来医院照顾我。 公公也以她一个大男人,不方便照顾儿媳妇拒绝了。 老俩口只是在小宝出生时,抱着临雪的小儿子来医院, 象征性地给了两百块的见面礼,待了两个小时, 又以临雪的小儿子不适合长时间在医院待着围游走了。 更别说照顾我坐月子了。 我从怀孕到生,再到坐月子,都是我妈亲力亲为在照顾着。 当然,姚丽来不来,与我而言,没有区别,不来更好。 我也不想在坐月子的时候,还要分出精力去跟她吵架。 反正,从她催生开始,她在我这里,就已经是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了。 等我出了月子,姚丽倒是来了。 来了之后,跟个大爷似的往沙发上一坐, 见没人给她端茶送水,她还先委屈上了。 在旁边明面上是责怪林峰。 实则是提示我跟我妈,说, 我在你姐家,你姐夫一回来就会做好饭叫我, 水果都是递到我手里的。 到了你这里倒好,连口茶水都没得喝。 林峰当时正忙着给小宝换尿不湿, 不知是没听出他妈的言外之意, 还是也有些气他妈明明答应帮忙,却临时反悔。 直接给姚丽撅了回去,道, 妈,饮水机就在你旁边,你看不见吗? 家里装修都是你跟爸做的, 什么东西在什么位置你不清楚啊? 姚丽被林峰对了后,脸色难堪地闭嘴了。 我想着林峰已经对回去了,我就不给他添堵了。 但耐不住他想给我添堵。 没几天,他又来了。 这次,林峰不在家,我妈在照顾小宝, 我闲来无事坐在沙发上刷手机。 大概是看我闲着,姚丽来了之后, 我又没有给他端茶送水,让他觉得刺眼了。 他一由所指地跟我妈闲聊道,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命好,捧在手心里长大的, 什么也不用干,都快养成废物了。 我们那时候,连月子都还没出, 就要自己洗衣做饭,还要看婆婆脸色。 我妈震惊地抬头看她, 亲家母,你以前坐月子还要洗衣做饭, 姚丽没看懂我妈的震惊,点头。 我妈沉默了一下,没忍住, 评价道,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不离婚呢? 我那时候生颂月,她爸连冷水都不给我沾的。 我婆婆更是天天大鱼大肉地伺候着, 生怕我落下什么月子病, 我妈一平嫁就停不下来了。 亲家母,你怎么这么糊涂, 你这明显是跳了火坑啊, 你还不赶紧跳出来,还引以为荣。 你以前说你女儿嫁得好, 在家什么也不用干, 女婿还把女儿宠上天。 我以为你女儿这么清醒, 你也清醒着。 结果,我妈摇头再道, 你以前这么可怜, 还自欺欺人, 这话题摇力接不下去了, 在我这里尴尬地坐了半个小时, 被林雪一个电话叫走了。 她走后, 我妈对着她的背影翻白眼, 骂娘,老不死的嚼尸棍, 来谁这礼礼规矩呢? 我笑出鸡叫声。 我妈又白了我一眼, 宋月,你刚才为什么不骂她? 妈,不是你嘴快, 先骂完了吗? 我妈恨铁不成钢, 下次,她若是再来礼规矩, 直接骂回去,给她脸了。 这种人,你越给脸, 她越不要脸。 她敢来给你立规矩, 你就直接掀桌, 一次制服, 让她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 不然,她以后指定专门 逮着你一个人欺负, 事实证明, 我妈错了。 摇力就不是一次能制服的那种人。 她被我妈对完后, 没过多久, 再次卷土重来了。 大友不在我这里, 把规矩给立稳当了, 坚决不罢休的气势。 她趁着小宝的百日宴, 她家的亲戚来了后, 故意在亲戚们面前使唤我。 因为我是做幼师的, 她家亲戚有带小孩一起来的。 在酒店吃完饭, 我家的亲戚都回家了, 她非得留下她家的亲戚, 热情地安排那些带孩子的大人打牌的同时, 顺手给我安排了个带孩子的活。 还跟她家亲戚们说, 我儿媳妇做幼师的, 带几个孩子不在话下。 你们放心打牌, 孩子给我儿媳妇带回家。 你们打完, 再去家里接孩子就行。 她读我不会在这么多亲戚面前 扶了她的面子, 亲戚们都还是为了小宝来的。 我侧头去看林峰, 林峰一语不发, 对于她妈为难我这件事, 视而不见。 于是, 我也没让姚丽失望。 点头跟亲戚们说, 你们慢慢玩, 我跟林峰先把孩子们带回去, 举办宴席的酒店 就在我家门口, 我让林峰抱着小宝, 我领着七个正直 冒险狗不待见的年纪的孩子回家了。 回家后, 我将小宝一起丢给林峰, 跟我妈回娘家了。 林峰在我们出门时, 还一脸迷茫地问, 你们走了, 孩子们怎么办? 我白了他一眼, 你家亲戚的孩子, 你当然要招待好了, 你手里的孩子是你自己的儿子, 你还能不要了不成。 我妈要回家召集我家的亲戚们去打牌, 我要去帮我家亲戚们带孩子。 据说, 姚丽带着那班亲戚打牌打到凌晨, 等凌晨亲戚们接完孩子走后, 林峰跟姚丽大吵了一架。 反正林峰凌晨给我打了四五个电话, 我睡着了, 手机静音放客厅, 一个也没有接到。 第二天回去的时候, 家里一片狼藉, 林峰抱着正在哭的小宝手足无措。 我妈接过了小宝, 但我跟我妈都默契地选择忽视一地的垃圾, 等林峰自己收拾。 林峰边收拾边抱怨, 我不帮忙。 我直接开骂, 你妈什么意思? 你以前若是心里没数, 现在心里应该有数了。 所以, 以后也别装不知道, 祸悉你了。 你若不能解决你妈老想来找我查的问题, 我不介意解决我们这段婚姻, 或者, 你还是觉得你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 也行, 你一个人接受她的好就可以了。 她是你妈, 不是我妈, 我有自己亲妈对我好, 你别带上我一起, 刀落在林峰身上, 她知道痛了, 连着跟她妈吵了一个星期的假。 此后, 姚丽便不怎么爱来我们这里了。 除了过年过节, 我看在林峰的面子上, 偶尔跟着林峰一起去她家。 我跟姚丽基本形同陌生人, 直到两年多后, 公共突然病逝。 她家原本是乡里的, 是林峰跟林雪上学后, 才来了城里买的房子。 老家讲究落叶归根, 所以公共的葬礼是在乡里办的。 也是敢巧, 公共病逝时, 小宝感冒了, 不严重。 但我怕出什么意外, 乡里医疗条件又不行, 便想着, 把小宝放我妈那里。 我跟林峰去乡里参加葬礼, 然而姚丽听完不干了, 各种豪哭。 说小宝是公共唯一的孙子, 若这个唯一的孙子都不去, 让家里人怎么看, 怎么说? 我憋着一肚子气, 想骂他, 死人有活人重要吗? 看他哭得凄惨, 忍下了。 在问过医生的意见后, 最终也是带着小宝一起回乡里了。 葬礼后, 即使我二十四小时看着小宝, 小宝也还是被鞭炮生惊吓到, 又开始发烧, 我只得火急火燎带着小宝回城了。 姚丽跟林峰, 林雪一家, 又在乡里住了几天才回。 他们回来后, 姚丽因为公共离世, 看上去一下衰老了很多, 时不时还半夜哭。 林雪给林峰打电话, 说让姚丽来我们这边住一段时间, 缓和一下情绪。 林峰招呼都没跟我打一声, 就将姚丽接了过来。 接过来后, 我才知道, 屁的缓和情绪, 是姚丽病了, 流感。 林雪怕姚丽传染给自家两个孩子, 所以让姚丽来我家, 先把病养好了再回去。 我质问林峰, 你姐的孩子怕被传染, 小宝的发烧都才退不久呢? 你就不怕小宝被传染? 林峰为难地看我。 老婆, 那毕竟是我妈。 她说, 她想在我们这里住一段时间。 我爸才走, 我怕她想不开, 顾及到姚丽刚丧夫, 情绪不稳定。 即使我俩平日里不对付, 我也不能在这种时刻, 故意给她添堵。 而且, 这种时刻, 我若还要跟林峰争论, 让她把姚丽送回去, 就显得我很不是人。 那真的是她妈, 不是路边的阿猫阿狗。 我便没再跟林峰争执, 只是让我妈把小宝带回娘家照顾了。 我因为要上班, 又是一群幼儿园的孩子, 也跟着我妈一起回家了。 但姚丽又开始各种哭, 第二天还给我打电话过来, 说我不但不给她看孙子, 还嫌弃她病了, 不愿意照顾她。 我呵呵, 你好好想想, 小宝的百日宴上, 你是怎么跟你家那些亲朋好友说的, 小宝的百日宴, 她家亲戚朋友闲聊, 知道是我妈在带小宝, 姚丽不帮忙带孙子后, 问姚丽跟公公, 你们完全不帮忙啊。 你儿媳妇没意见吗? 将来一家人不好相处吧, 姚丽以为我在招待我家亲戚, 没关注她。 她说的冠冕堂皇, 法律都没规定, 婆婆必须要照顾儿媳妇, 帮忙带孙子。 再说, 我照顾哪有她亲妈照顾得好啊? 人家是亲母女, 哪里没照顾好? 吵一架, 吵完还是亲母女。 我这没照顾好, 万一吵架了, 那就是记一辈子的仇了, 有道理, 我认同。 如果她不加依据而且, 我们自己有儿有女, 我们将来也不指望儿媳妇给养老, 相处啥呀的话。 我都不至于对这段话记忆深刻。 可显然, 姚丽当时逞完一时口舌之快后, 就选择性遗忘了这些话。 她在电话那段不依不饶, 还翻起了公共葬礼 我自己先回家的旧账。 先是说, 我在公共的葬礼上, 什么忙也不帮, 就带了一张嘴去吃席, 被我一句 不是你一定要我 带着小宝一起去的吗? 我帮忙去了 谁带小宝给顶回去后。 她愤愤诱道, 宋月, 你就是嫌弃我们家, 想故意给我们家难堪。 当初你公共才下葬, 你就火急火燎回来了, 一刻也不愿意多带, 让村里人都笑话我们家, 娶了个儿媳妇, 却看不上我们家。 还不如女婿, 女婿至少还多在家住了几天, 她顿了顿, 现在我生病了, 你别说帮忙做顿饭, 连来看一眼, 递个水都不愿意, 我真是看在她丧夫的份上, 太给她脸了。 我冷笑, 你先别忙着来扑我回去照顾你, 你先反省反省, 为什么你在姐姐家, 帮姐姐照顾两个孩子照顾了这么多年, 结果你一生病, 姐姐就把你送出门了? 我, 有用的时候, 你是亲妈, 没用的时候, 你啥也不是, 你还好意思来找别人的女儿照顾你。 别人家女儿欠了你的呀, 姚丽噎住了, 想说什么, 被我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她在打, 我懒得在接。 晚上, 林峰也打电话过来, 让我回家。 我拒绝, 你妈不是说, 我不让她看孙子吗? 小宝你可以带回去, 至于我, 你妈什么时候好了? 我什么时候再回, 但是小宝若是被传染了流感, 你就自己请假去医院照顾, 我跟我妈都不会去的, 临风吱吱吾吾。 老婆, 我妈不是这个意思, 我爸刚走不久, 他又病了, 容易胡思乱想。 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我打断她, 怒道, 不看, 你没那么大的脸。 我, 就你妈这种自私自利, 只想给儿媳妇添堵的人, 胡思乱想, 也是想怎么才能让儿媳妇不爽。 临风也怒了, 还反问我, 宋月, 她怎么说也是我妈? 你现在这意思是, 让我看着我妈生病, 不管不顾吗? 若现在是你妈生病了, 你能不管不顾吗? 我听笑了, 临风, 我都不说, 你妈对我俩有事中无厌, 无视夏迎春的态度。 我就问你, 从头到尾我说过一句, 让你不要照顾你妈的话了吗? 你现在让我回去是想干嘛? 把照顾你妈的任务甩我这里来, 让我帮你嘀嘀带笑, 我气得也挂了她的电话。 为此, 我俩冷战了三个月, 直到三个月后, 林雪的老公要出差半年, 林雪那里又需要姚丽帮忙了, 把姚丽给叫了回去。 我也是那时知道了, 为什么明明姚丽 是是偏心临风她姐, 帮她姐带孩子不帮她带, 她却依然觉得无所谓。 因为姚丽跟她说, 岳父母那边的免费劳动力, 不用白不用。 而临风也心疼她妈带完 她姐的两个孩子, 现在这么大年纪了, 还要辛苦帮忙带我俩的孩子。 刚好, 我妈还十分乐意帮我们带孩子, 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我为什么会知道? 是姚丽回去林雪家后, 临风给我打了几次电话, 我都没有回去。 我妈觉得, 我俩这么一直冷战下去, 也不是办法, 劝我没必要, 为了婆婆, 一直跟临风怄气, 说我婆婆现在确实需要儿女安慰。 我妈跟临风几年的相处, 虽然对临风最初在她妈找我查这件事的态度上, 我妈颇有微词, 但对临风这个人还算满意。 临风自己本身就是做销售的, 很会说话。 我妈在我们家帮忙带孩子, 因为一些生活习惯的问题, 多多少少也有点小矛盾, 磕磕绊绊, 但她对我妈一直还算敬重, 话也说得十分好听。 即使我俩吵架, 都鲜少当着我妈的面炒, 过年过节, 她也会给我妈买礼物。 我顺着我妈的话想了想, 我跟临风, 除了她妈来做嚼屎棍, 没有其他大矛盾。 小宝出生到三岁多, 她也没有因为我妈来照顾小宝了, 就在家什么也不干当大爷。 当初, 姚丽说不来照顾我做月子, 临风有半个月的假, 那半个月, 她跟我妈一起在家照顾我, 照顾小宝, 没有半句怨言。 而且, 她从小宝的百日宴, 被我摆了一道后, 也没再跟我说。 她妈也是为了我们好, 这种让我听了上火的话, 在养孩子上, 也是尽心尽力。 于是我听我妈的劝, 在临风来我娘家接我, 跟我道歉说 当时不应该说那些话后, 我跟她回去了。 回去后, 姚丽大概是公公不在了, 一个人觉得寂寞, 时不时给临风打电话, 发信息。 还催起了二胎, 然后, 她把以前跟临风说过的话, 再说了一遍。 她发信息时, 刚好临风带小宝去洗澡了, 没带手机, 被我看见了。 她道, 儿子, 你赶紧趁着你岳父母, 还能出钱出力帮忙带孩子, 跟宋岳把二胎生了。 别到时候, 你岳父母都老了, 没人帮忙带, 又没人帮忙出钱。 我现在老了, 你爸也走了, 更帮不上忙了, 她又巴拉了一堆。 我从里面提出了三个重点, 一是姚丽在小宝出生后, 完全不帮忙, 是临风以前同意的。 二是让临风哄着我爸妈, 把我爸妈名下的房子, 转到我名下。 三是哄着我爸妈, 帮我们把那还没有着落的二胎 给一起帮忙养了。 为了后两个, 连计谋都用上了。 用她发给临风的话就是, 你就跟宋岳说, 二胎生了后, 让老二跟宋家姓。 也是哄一哄你岳父母家, 将来好以孩子要上学的名义, 让你岳父母家给孩子买学期房。 你岳父母手里 至少有几十万的存款, 这不就直接到你们手上了吗? 退一万不讲, 哪怕将来你跟宋岳过不下去了, 离婚了, 你也有一半, 这属于是算盘珠子 直接往我脸上砸了。 更刺眼的话是, 她说完计谋, 还道, 放心, 你岳父母肯定乐意, 你看这几年, 我不帮忙, 你岳母还不是每天 在你们那里帮忙帮得很开心。 她家就送约一个独生女, 肯定不会不管自己的女儿。 有免费的劳动力, 不用白不用, 我在网上翻, 聊天记录被删除的一干二净。 这是聊天记录有鬼的节奏啊。 为此, 我跟林峰大吵了一架, 但林峰死不承认, 自己以前同意过她妈不来, 我们这里帮忙, 也说这些计谋 都是她妈一个人的异想。 吵到最后, 林峰拿出了她熟悉的话术, 那是我妈, 我爸才走了一年不到, 她精神不稳定, 你非要这种时候 去跟她一个丧偶老人计较这些吗? 我妈催生二胎, 也只是她的说辞, 我跟你说过半句 要生二胎的话吗? 没有。 再说, 婚姻是我们两个人的, 你老实盯着 我妈那里有什么意义, 我想想也是, 婚姻是我们两个的, 孩子也是我们两个人的。 事宜, 我让我妈也回去 跟楼下阿姨们 跳广场舞去了。 林峰在我妈回去后, 无耻地问, 你妈走了, 小宝谁照顾, 我眼皮都没抬一下, 婚姻是我们两个人的。 怎么, 你是指望我妈来伺候你吗? 我妈帮了这么久的忙, 没问我们要过一分钱, 还拿她的退休金补贴我们。 结果, 到了她母子嘴里, 成了免费的劳动力。 一句人话都说不出来, 还想算计我爸妈的存款跟房子。 我妈回去后, 我跟林峰因为鸡毛蒜皮的事 吵架的次数肉眼可见地多了起来。 我妈在的时候, 家里的家务大半都被我妈做了, 我跟林峰回家就等吃饭的状态。 现在, 我妈回去了, 林峰下班回家还得自己做饭, 我跟小宝基本都是在幼儿园吃过晚饭才回家的。 周末, 她若不愿意做饭, 我就带着小宝去我妈那里, 让她自己在家, 或者让她去找她自己的妈。 她做了一段时间的饭后, 也不愿意了, 时不时发脾气, 最后干脆开始天天点外卖。 她指点了一个星期的外卖, 姚丽的电话就再次打到我这里来了。 质问我, 为什么让她儿子吃外卖这么不干净的东西? 我逆了眼正在餐桌上吃外卖的林峰, 语气不善地对她妈, 你若是看不下去, 你就自己上门来照顾你儿子, 别来找我逼逼赖赖, 我只是跟你儿子结了个婚, 不是卖身给你儿子做奴隶, 女人结婚了, 就应该在家给男人洗衣做饭, 谁家都是这样的, 那你现在知道了, 我家不是这样的, 说完, 我挂了她的电话, 把她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了。 为此, 姚丽找林峰闹。 说我不尊重她, 林峰哄了姚丽好几天, 顺便又找我吵了一架。 有一月, 即将过年, 林峰让我跟她一起回乡里过年。 因为乡里的习俗是老人家过世的第一年, 要去给老人家上坟拜年。 我直接拒绝了, 说, 我一个外人不适合出现在你家的祭祖活动里。 春节, 我要跟我爸妈去旅游, 林峰跟我软磨硬泡了好几天, 我完全不搭理她。 她搞笑地以小宝威胁我, 说就算我不跟她回乡里过年, 小宝也要跟着回去。 我开心点头, 旅游带个孩子, 更麻烦。 最后, 我们各回各家, 各找个妈, 小宝他带走。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过年前几天, 林雪静也给我发信息教育我, 说哪怕她妈没有帮我们带孩子, 我这个做儿媳妇的 也不能在她爸离世后的第一个年, 就给她妈妈添堵, 不跟她家一起过年, 害得她妈难受之类的。 我都懒得骂她, 回了她一句 你别逼我在最快乐的时候 问候你全家后, 把她的联系方式 也全部拉黑了。 世界终于彻底清静了, 结果, 清静了才几天。 姚丽因为在乡里过年, 新年第一天去给公公上坟时, 恰逢家里下了雨, 路滑, 把自己给摔了, 从山上滚下去了。 姚丽摔了后, 林峰火急火燎给我打电话, 让我赶紧回家。 虽然那时候, 我还在跟我父母旅游, 人在外地。 但鉴于她跟林雪 要在医院照顾动手术的姚丽, 雇不上小宝, 所以, 我提前回来照顾小宝了, 也去医院看了姚丽。 她脸上跟手上的擦伤是小, 大问题是双腿粉碎性骨折, 下半辈子估计是站不起来了。 而后大半个月, 姚丽在医院治疗, 林峰几乎是住在医院的状态。 年初八, 他们公司开始上班了, 也是白天, 她姐在医院看着, 晚上她在医院守夜。 这很正常。 林峰是姚丽的亲儿子, 应该的。 离谱的是, 姚丽在确定自己站不起来后, 开始跟她家去医院 看她的亲戚们诉苦, 说我这个儿媳妇 没有去医院照顾她。 然后, 发动她家的亲戚们 来给我讲笑道。 她家几个吃饱了 撑着没事干的晚清长辈, 还真借着拜年的 由头来了。 巴巴一顿说, 从姚丽年轻时 受了很多苦, 她婆婆对她不好, 不帮她带孩子, 还对她挑三拣四, 说到了即使她婆婆这样, 后来, 她婆婆老了 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她还是给她婆婆养老送中, 亲自端食端尿, 洗衣做饭, 很孝顺, 希望我能以我婆婆为榜样, 现在也扛起 照顾婆婆的重任。 我评价, 这不是纯纯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吗? 她婆婆没儿子吗? 她非得上赶着网上凑, 她家亲戚, 话不能这么说, 男人要赚钱啊, 女人原本就该在家相夫教子, 照顾老人, 再说一家人, 怎么能这么计较呢? 我呵呵, 你们这些清朝人, 命真长, 都二十一世纪了, 还没死呢? 还很巧, 来劝说我的长辈中, 其中两个有幸在小宝的百日宴上, 听到过姚丽当初的发言。 我反问, 当初我婆婆说, 她有儿有女, 不需要将就我这个外人的话, 你们是全忘了呀, 非得上赶着来帮我婆婆打自己的脸。 我婆婆真是谢谢你们这群好事, 又看热闹不嫌是大的嫌人, 亲戚们信心满满而来, 被我几句话气得摔门而走。 眼见亲戚们没说动, 我去医院照顾姚丽, 姚丽出院前, 林雪再次跟林峰商量, 希望姚丽能来我们这边养病, 说她老公出差比较多, 她自己也要上班, 怕照顾不了姚丽。 姚丽自己也表示, 养老肯定是在儿子家。 说白了, 就是她心疼自己的儿女, 觉得我这个外人的免费劳动力不用白不用。 林峰也是头铁, 在我跟她妈都快互相过问 对方祖宗十八代的情况下, 还敢来跟我商量姚丽来我们家养老的事。 这我还能怎么回答? 我若拒绝, 将来她妈有任何问题, 怨言都是我的错。 再说句不好听的, 万一她妈想不开, 来个一死了之。 林峰都能怪到我头上来, 说是我不准她尽笑的, 是我红口白牙, 不准她妈来的。 所以, 我当然是如同开天时说的那样, 跟林峰保证。 你妈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我绝对没意见, 一是谁都别想甩锅到我头上来, 二是大概就是因为我跟姚丽都这么不对付了, 我还是说了我没有意见, 让林峰觉得我应该还能再退让。 她自己又请假照顾了姚丽三天后, 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 联合她姐一起给我下套。 说什么每个月给我七千, 看似她俩给我的钱, 比我在幼儿园的工资 加我在外面托管班的钱还要多几百。 但我脑子又没坏, 先不说我上班还有周末, 寒暑假。 就姚丽跟林雪那种不占外人便宜, 就等于吃亏了的行事作风, 以及林雪在姚丽流感后, 就将姚丽赶来 他哥这里的白眼狼德行。 他答应给的三千五, 不出三个月, 就会以各种理由, 不再给了,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且, 一旦我真离职照顾姚丽了, 以后家里所有的家务, 大事小事都将是我的。 或者, 林峰还想着, 我拿了这钱, 她就不用再出小宝的任何费用了, 她的工资也才一万左右而已。 哪怕是将来买菜的钱不够了, 我问她要, 她都能给我白脸色说, 每个月不是给你七千了吗? 你怎么又没钱了? 你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我是多见的慌, 才能答应这种条件。 搞笑的是, 林峰还觉得我赚了。 她道, 老婆, 我妈也只是下半身, 不能走路了。 不用你喂饭之类的, 你在幼儿园还要给小朋友喂饭呢? 你在家也就做三顿饭的事而已, 我看着她, 而已。 除了你妈能自己吃饭外, 她不能自己穿衣, 不能自己洗澡, 不能自己上厕所这些事, 你一个字都不提, 是不敢提吗? 而且, 你妈以前可是说过, 法律都没规定 婆婆有照顾儿媳妇的义务, 那她也应该清楚, 法律也没有规定。 儿媳妇要给婆婆养老吧, 林峰见我坚决不同意, 又说, 老婆, 我一个男人, 照顾我妈真不方便。 我们请保姆的话, 好一点的, 懂点护理知识的保姆, 差不多也是这个价钱了, 不划算。 就当我求你, 行不行, 我冷漠道, 不行, 你自己拿这个钱去请保姆。 林峰预言又止了一会儿, 退而求其次再问我, 那你能不能问问你妈? 让她回来帮我们忙, 我跟我姐给钱, 也还是七千。 你妈是我们自己家人, 我们也放心, 请保姆的话, 陌生人, 我们不在家的时候, 我们也不放心, 我猛地抬头看林峰。 等等, 她跟我叨叨了这么久, 这才是她想说的, 想问的吧。 她是真敢, 算计我, 我都可以不骂她, 毕竟, 我从知道她妈想这么算计我家后, 就有了跟她离婚的念头了。 但她非不承认她也是这么想的, 我那时也是脑子有包。 又不想小宝变成单亲家庭的孩子, 林峰怎么说对小宝还是可以的。 所以, 我自欺欺人, 觉得她可能真的不是这么想的。 那些算计, 都只是她妈这个丧偶老玉的一想。 事实证明, 确实是我脑子有包, 自欺欺人了。 自从我把我妈送回去了, 所有的家务都落在我们两个人头上后, 林峰对小宝变得不耐烦了。 她回家没有热腾腾的饭吃, 甚至开始对小宝发起了脾气。 以前, 她下班回家不论多晚, 都会抱着小宝, 一口一个儿子叫得亲热。 我妈回家后, 小宝找她抱, 她语气不善地推开小宝, 离我远点, 累死了, 谁都跟你一样, 一天到晚就知道完, 也不知道体谅爸爸的辛苦。 我当然知道, 她也不是真的要骂小宝, 只是在纸丧骂怀, 希望我下班后, 回家给她做饭, 或者我把我妈再叫回来。 但见到她那腹不耐烦的嘴脸, 我对她也死心了。 尤其是, 她不过吃了几天外卖, 就开始跟她妈诉苦, 让她妈来找我的茶。 我拉黑她妈后, 她还为了她妈来找我吵架。 就这, 我还要信她说的, 认为她妈那些算计, 她不知道, 她没有同意, 我就不是脑子有包, 这么简单了, 而是千古第一蠢货。 所以, 我在年前的时候, 就已经打算跟她离婚了, 只是不想看我爸妈过年的时候, 因为我离婚不开心, 打算等过完年再离。 结果, 开年第一天, 她妈把自己摔进了医院, 我没好在这时候, 给她雪上加霜。 不然, 我都跟她妈撕破脸了, 怎么还会那么痛快地答应林峰, 让她把她妈接回来, 给我添堵。 可林峰算计到我妈那里去了, 离婚前, 我不骂她一顿, 都对不起她。 林峰,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脸特别大, 全世界的人都得围着你转? 我妈一分钱没要我们的, 终于帮我们带大了小宝, 现在可以休息了。 你还想让我妈来照顾你妈? 你是真敢想。 你都这么敢想了, 你怎么不干脆叫我全家来你这里做仆人? 我说了, 给钱, 我更怒了, 给你妈的钱, 你一家人什么德性我以前不清楚, 我现在还不清楚吗? 你姐撑死了给一年的钱。 一年后, 她一句她没钱了, 妈是你俩的妈, 你不管了。 然后, 我妈看我俩这么困难了, 还好意思要钱吗? 就像我妈最初来帮忙照顾小宝的时候, 我们也承诺给钱的, 但我妈一分没拿我们的, 还拿自己的退休金给小宝买着买呢。 你不就想打这个主意吗? 我质地有声, 你想替吃呢? 在我拒绝林峰这些要求后, 林峰接到他领导的电话, 让他去公司一趟, 还说可能得出差。 林峰还没跟我商议完, 就准备去公司, 拜托我说, 老婆, 你先帮我看一会儿妈, 我马上就回来, 我。 这是看一会儿, 但凡我答应, 他从公司回来, 就会立马收拾行李出差, 或者直接从公司走。 故儿, 我还是拒绝, 你要走, 就让你姐过来照顾你妈, 我一分钟都不会帮你看的, 但林峰完全不搭理我这些话, 出门了。 这是独我不会把他妈一个人留在家里, 还是想做服从性测试。 他走后, 姚丽虽然行动不变了, 嘴巴依旧利索。 我跟林峰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就在一旁听着, 所以林峰前脚出门, 他后脚在家骂街, 说我不照顾他, 不配当他家的儿媳妇。 我给他撂下一句 你觉得谁能做你儿媳妇, 你就找谁去后, 收拾东西, 带着小宝回娘家了。 跟我爸妈说, 我打算离婚。 我妈的第一反应是, 是不是因为他不帮我们带孩子了, 我们生活压力大了。 他道, 若是你们压力太大, 我继续带小宝, 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我把姚历的算计跟我爸妈说了。 我爸听完, 脑门上都是火, 还要强忍着怒气安慰我, 月月, 你也别难过, 换个角度想, 小宝这个颜值很高, 智商也高的宝贝, 即将只属于你。 离婚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儿子, 不亏, 我妈也道, 离了后, 我带小宝, 你继续上你的班, 在我爸妈的支持下, 我给林峰打电话, 要说离婚的事。 电话刚接通, 林峰先火上了。 语气很冲道, 宋月, 我只是让你帮我看一会儿我妈, 你就直接收拾行李走人, 你还有良心吗? 若是你出门后, 我妈出了什么事, 你负责吗? 我气笑了, 你出门前, 我没跟你说, 我是不会帮你看的, 若你妈真出了什么事, 那也是你自己的责任, 林峰深吸了口气, 你若是这么容不得, 我妈, 我们就离婚, 我还怕她不离, 都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 她倒是先开口了, 我立马答应, 好, 明天就去民政局, 谁不离谁是狗, 林峰愣了一下, 离就离, 我跟林峰除了小宝的抚养权, 基本没什么财产纠葛。 这几年, 我俩各自每个月都有三千多的房贷, 两个人的工资还了房贷, 交完水电费, 小宝的保险, 差不多全用来养家了, 存款就是这个月的工资, 不然, 为何我妈还要补贴我们? 此日, 我带上证件找林峰去离婚时, 林峰却另可当狗, 也不跟我去民政局了, 还来我家找我爸妈劝和, 结果让她失望了, 我爸妈表示, 希望能离得越快越好。 在我爸妈明确说出 也希望我们离婚后, 姚丽还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大骂我全家都是过河拆桥, 无情无义之辈, 说她还没有瘫痪, 能帮我们之前, 我不提离婚, 现在她需要人照顾了, 我就要离婚。 我妈直接问她, 你帮了我女儿什么忙? 帮忙提升我女儿的血压吗? 我妈痴笑了一声, 我以前不骂你, 是看在我女儿 还想跟你儿子过的份上,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 一家子自私自利的东西, 好意思转头来指责别人。 就你这种人, 你儿子跟谁结婚, 最终都会被你缴合地离婚了。 我以为两家都直接开骂了, 脸皮都撕破了, 林峰也该痛快跟我离婚。 却不想, 她还是不。 我俩极限拉扯了几天后, 我懒得再跟她拉扯了, 直接诉讼离婚。 在我起诉离婚后, 林峰都还是以为 我要离婚的原因是 她妈来跟我们一起住了。 所以, 她再次来了我家, 跟我说, 为了我, 她愿意退让, 请保姆, 若我还是不愿意跟姚丽一起住, 她可以把姚丽送去养老院, 也不麻烦我。 当然, 对于她这套说辞, 我是不太相信的。 我更愿意相信, 她是这段时间被姚丽给折磨得不想再照顾姚丽了。 所以, 以我为借口, 把姚丽送走。 原本我俩的离婚官司, 短则得打好几个月, 长则可能长达一两年都不一定。 却因为林峰这几句话, 一个多月就离城了, 还拿到了小宝的抚养权。 而我俩能离城, 林雪功不可没。 因为林峰跟我承诺了这些话, 即使我依旧表示要离婚, 为表诚意她还是先去跟林雪商量, 给姚丽请保姆, 两人各自要出多少钱。 林雪一听说, 以后要每个月都出钱, 树木还不小后, 跑去跟姚丽说, 她的好大儿要为了媳妇抛弃娘。 然后, 姚丽开始在家表演一哭二闹三上吊, 逼林峰跟我离婚了。 林雪还请来了她家那几个婉青长辈, 又给林峰讲孝道, 让林峰不能为了媳妇, 连做人的基本道德都没有了。 还说, 媳妇没了可以再娶, 孩子也可以再生, 妈只有一个。 最后如同当初跟我讲孝道一样, 给林峰来了拨回一杀, 说姚丽当初不被她婆婆带见, 一个人把林峰带大, 让林峰不能忘本。 真是笑死我了。 林雪用她老公的手机 给我打电话说完这些, 还挑衅我。 宋月, 你以为我弟真就非你不可了, 是吧, 还逼我弟不养我妈, 真是给你脸了。 告诉你, 我弟有车有房, 工资上万, 多的是女孩喜欢。 我一定会让我弟跟你离婚的, 我。 姐, 感谢你祖宗十八代, 真心的, 一月多后, 我跟林峰拿完离婚证, 从民政局出来时, 林峰还给我来了段即兴表演, 一脸痛苦地问我, 宋月, 明明我们以前那么相爱过, 最后却以离婚收场, 我看着手里的红本, 心情好, 愿意回答她。 我道, 因为解决你, 比解决你带给我的问题容易, 因为本质上来说, 你已经被你妈交成了 和她一样自私自利的人啊, 只是婚前, 她演得好。 据说, 我跟林峰离婚后, 林雪还真帮忙给林峰介绍相亲了, 只是结果, 却没有像林雪当初在我这里说的大话一样, 多的是姑娘喜欢她弟。 搞笑, 别的姑娘又不是傻子, 她家那情况, 谁看一眼不知道是火坑, 别的姑娘又不是来人间杜劫的, 非得上赶着去她家找罪受。 尤其是姚丽瘫痪后, 别说去养老院或者回她自己家, 连保姆都不愿意让林峰请, 希望林峰跟林雪能亲自照顾她。 林峰在跟我离婚后, 被姚丽折磨得一个头两个大, 最终还是请了保姆。 但是保姆只做了半个月不到, 就被姚丽给骂走了。 那个保姆刚好认识我妈, 跟我妈各种吐槽姚丽, 说姚丽成天在家骂街, 家里油瓶倒了, 都能把保姆骂一顿。 最终,保姆做不下去了, 死了。 保姆临走前还留下评价, 你女儿跟她儿子离了是好事, 谁摊上她这种又坏又蠢的老太太, 都得被她做到想杀人。